比气虚更可怕的是气不通 中医教你如何打通气机 一身畅通 现在注重健康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我们平时会见到很多人在保温杯里面泡点中药 想补补身体 其中比较常见的黄旗西洋身都是有补气作用的中药 其实想要补身体 通比补更加重要 咱们就拿气来说吧 很多人其实你不是气虚而是气机不通畅 这时候你还去补气 就像是什么呢 一条路上本来就已经堵车了 你后面的车也不知道看 还一个劲的往里开 你说最后会是什么结果 是不是身体里就堵成一锅粥了 所以说你得先保证气机是通畅的 怎么打通气机呢 首先我们得先弄明白气机为什么会不通 第一种呢就是气机本身的不顺畅 这种一般多见于干预气质 干主输血能调畅人体的气机 如果说干的输血功能失常就容易导致负胀 大戈 情绪总是不好等等干预气质的症状 这时候呢就要从输干里气入手 可以参考一个柴湖输干丸 再一个呢就是气机被其他东西堵住了 被啥堵住呢 那无非就是弹尸或者是淤血 吃性粘腻 淤血固定不动 都容易影响气机的运行 怎么去判断呢 如果你天天总是感觉睡不行 困倦的厉害 头发脸上容易出油 胳膊腿发沉 食欲不振 大便还容易粘马桶 脖头伸出来舌苔又厚又腻 那你多是弹尸比较重 可以参考一个象沙六菌子丸 如果你平时出了气机不畅的症状 舌头伸出来一看 颜色紫暗 脸色指甲也是发紫发暗 身体固定的位置会有针扎一样的疼痛 比如说头部 这种情况呢 多是体内有淤血了 就需要行气活血 可以参考一个血腹竹鱼丸 既能行血能行筋液 气机通了以后 各种各样的小毛病也就迎刃而解了 但是呢 要提醒大家 涉及用药一定要谨慎 如果你有需要 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千万不要擅自用药 就像这样的这样子